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为什么一定要去 我要让他看看 这次会议不是他池田的大会 而是我段向瑶的大会 温泉哪 我听说你救了郭承孝 而且把他接到了总理社为他治病 您听夏智说的 是 段伯伯 我想多了解一下郭承孝先生的事 您不是和他很熟悉吗 对郭承孝先生 我并无过多的交往 只是可惜我也没有帮上他 是啊 郭先生死得很惨 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记住这血海深仇的 温泉哪 以前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误解了你 甚至把你当成了汉奸 今天 今天 我向你正式道歉 段伯伯 也怪我一直瞒着你 好 我想来想去呢 有件事情啊 我还是得托付给你 我刚才都听见了 您放心我段伯伯 我一定会照顾好这些孩子的 你给我自己找 别漏我啊 是 来 让开让让让 走开了 回来了 我当你这一走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呢 你 你干吗呀 跟我说实话 马带里那个人 是不是你放走了 怎么会是我 我怎么敢把人给放走啊 别跟我演戏了 你我还不了解吗 你真给我丢人 就这么几天就忍不了了您 是是是 人就是我放的 你想怎么着吧 佩福哥 你还想打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今天敢动老娘一根手指头 老娘就死给你看 打呀打呀你 打呀 行了你完没完 玩够了没有 看来 我真得好好关心关心你了 别使用嘴巴关心啊 老娘没钱了 你 你什么态度啊 哼 你判了 我自己做起来 找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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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我我去拿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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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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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骆老爷来了 请他进来 请 骆老爷 请 这把刀你认识吧 好像是有点眼熟 我想把这把刀送给你 二哥 你这什么意思 你既然叫我二哥 就还认我这个结拜兄弟 这把刀你当真没有见过吗 我都说了只是眼熟 但是我实在是记不清楚了 时间太长了 记不清也正常 我把这把刀反过来你看看 看看上面刻的什么 我知道你想起来了 按此排序 庚飞兄老大 我老二 你老三 用这刀杀血为盟 就有 一可是个宝Х 分不Cor 晓 kö 把是 resolved 到老婆你里面肯定有损 为了 到阳 中间监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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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官家 吩咐下去 今天所有人都要小心护院 不准任何人进来 如果有什么动静 第一时间通知我 去吧 老奴今年五十有六 头次得见 三生有幸啊 此乃我断家镇宅之宝 梦幻唐冲 就是我也是第三次见到他呀 第一次见到他 是在我若冠之时 我爷爷带着我父亲 让我在成人之礼上见到他 当时我还小 只觉得他美艳极了 第二次见到他时 是在我大婚时 由我父母拿出来 见证我和夫人的大婚 陈冲城早有传说 说断家有镇城之宝 我以往认为是虚妄之言 今天看来 此言不虚啊 这块宝玉 颇有些来历呀 之前一定会邀请您参加的 他就是不邀请我 我也要去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 我要让他看看 这次会议 不是他池田的大会 而是我段向瑶的大会 老东西 看来他真的是汉奸 可他说他是顾及到 孩子们的生命 所以才这么做 我看再别瞎猜了 会双双去知道 慢点 小心 老爷 使不得 因 是腾冲之音 也就是腾冲之魂 腾冲之魂 应该永远在腾冲 当初 先祖就摄有玄机 直通地下水脉 我把铁链砍断 我把铁链砍断 腾冲之魂 就永远是腾冲的了 老爷 日本人他休想 老赵 明天四敬吃饭 把家里人都叫来 我有话要说 你为什么又开一瓶 昨天那一瓶还没喝完 怎么就没了 一定是你偷喝它了 没有 先生 不是您自己喝的吗 你滚出去 是 咖啥 咖啥 什么人 你干吗 阿贵 阿贵 先生 什么事 你脸们都看不住 是小偷喝了我的酒 笨蛋 左偷 左偷在哪儿 他跑出去了 王老板 来了 坐呀 一会儿来找你啊 来了 来了 这边 这边 是 哟 来了 哦 你认识啊 你也来了 看他啦资 来一次后 去看卖楼 嘿 卖楼 咱们 玩 咱们 脱鱼 曹 那 这 帮我 是 是 郭承修 下次 郭承修在这儿 快把人弄走 那我这就过去 小子 你怎么在这里啊 回来 你要去哪儿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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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那咱们走吧 列祖列宗 不肖子孙断相遥向你们谢罪 自从东阳窝寇侵入腾冲以来 烧杀家 抢夺无恶不作 山河震怒 庆祝难说 想要欲回家遇难 养我中华国威 灭他东阳窝寇之气 往列祖列宗宽恕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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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安静 各位请住 今天 是祭典在肥凤山 战死的五十六个大日本帝国皇军日子 非常有幸 能请来腾冲的哥鲁金 您 我在这里 我要感谢大家 另外我要告诉大家 我还请来了大家熟悉的段先生 还有 他给大家带来了腾冲之魂 现在 有请段先生 滕冲的父老乡亲们 我段某人在这里 给你们有礼了 我段某是一介书生 没有机会弃笔从容 保卫国家 保卫腾冲 作为中国人 腾冲人 我有愧呀 乡亲们 今天我把这腾冲之魂 献给日本人 实属无奈 请众位乡亲原谅 我请乡亲们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腾冲之魂呢 腾冲之音呢 池田先生有所不知 高丽贡山的云雾 培育了腾冲的大米 勤劳的腾冲人民 用大米制成尔司 尔司世世代代 养育了腾冲 养育了腾冲的百姓 历经百年千年 此种食品从没有断绝 尔司啊 食民中外 他集中天地之精华 日月之精气 方便又好吃 这难道不是腾冲之魂吗 段先生 我很喜欢你的腾冲之魂 可是接下来 你要给大家募捐讲话 你要注意点 请段先生 给大家募捐讲话 他让我说呀 我就说两句 要提到大东亚贡荣 不能不提利财吧 二百九十个无辜的老百姓 就被日本鬼子残酷地杀害了 最近又有一百多个无辜百姓 也被他们秘密处决了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贡荣啊 他们去飞凤山 他们去的兵被我们给残灭了 他们却让我们来出抚恤金 今天呢 我就是抚恤金 我希望通过我这个抚恤金 能让你们沉睡的人们惊醒 能让他们日本人明白 没有日中秦善 大东亚共荣 是谎言 这就是给你们的抚恤金 这就是给你们的抚恤金 抚恤金 抚恤金 那就是给你们的抚恤金 抚恤金 那就是给你们的抚恤金啊 是谎言 哈哈哈哈 来 不不不不